黄晓明和baby现在的关系,只能说在法律层面还是夫妇,至于其他的,这段时间咱也看到了,不过有意思的是,现在两人一些商务,竟然是打包的,这就让人很迷惑了,这两人的关系到底是啥? 要说两人真闹掰是不可能的,毕竟baby一方没这底气,不过闹了这几出后,或许某人发现了,自己确实是离不开背后靠山了,本来嘛,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,更何况,小明本就有点大男子,喜欢女人示弱,因为流量这个称呼现在被禁止,所以,很多明星都在尽力摆脱这个称呼,在演员圈子内,关于一线,二线的定位很明确, 主要是通过资源和获奖来看,但是现在在音乐圈跟年轻艺人圈内,关于几线明星界定,就非常模糊了,不过,暂时按如今那鱼来看蔡徐坤算一线的,她的人气流量和影响力也已经具备规模,可以说算是顶流的男明星之一,毛小彤本人看起来是甜妹乖巧一挂的,但其实性格非常独立,以往她在工作中是很严肃认真的,在剧组几乎很少笑和打哈哈, 一般都是当日的拍摄任务,结束了才会跟周围的人开开玩笑,她的恋爱经历也很少,就两个男友,还占用了她十年的青春,用她的话来说就是,自己每一段恋爱都是冲着结婚去的, 但男方不是,杨子和乔欣的姐妹情,也算维持的比较长久了,两边团队目前都没有要结绑的意思,从捆绑数据来看,他们俩联盟时候的热度保持的都很不错,所以,如果不是迫不得已,双方不会随便闹掰,其实,乔欣的心挺大的,不太愿意接受杨子的帮助,毕竟,杨子给的也只是一些她剧里的女儿, 乔欣还是想拍女主戏的,人家觉得,自己没必要从女配开始熬